由駕駛行駛台南永康區交流道的 寒洞下的目擊前方的路牌 是突然掉落下來 先帶你看一下狀況 当下駕駛是往右边行駛 那么骑士也差一点被路牌给砸到 幸好都是闪过了 而警方事后来了解 原来是货车本身在的物品太高了 才会撞到路标之后停下来 而这个路标是掉落在路面 不过当下民众还以为 是不是跟台风有关系 但事后了解 原来是货车上面在的物品 实在是太高才会撞击 那么警方说 这物品有超高超重 或者是超宽的情况 其实是可以依法裁罚 3000到18000元以下的罚还 幸好掉落的瞬间是没有砸到人